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反正就要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 以后我们老了也不用你来养 这段话是我即将结婚时父母对我说的话 而我弟弟也默认了父母的这种行为 我是在2015年大学毕业的 毕业后我迅速返回了老家 并且找到了工作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工资和职位越来越高 但是我还是觉得 每个月要缴纳的房租太不划算了 电费一块钱一度 每个月房租一千五 这让我感觉还不如买一套房子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和打拼 在2018年时 我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首付买了一套房 当时也问了几个朋友借了一些 我买的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一共79个平方 总价120万 我首付了五十万 其中有十二万是跟朋友借的 验收房子的时候 看到公摊面积的占比 我瞬间想知道是谁发明的 买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通知父母 因为我知道他们 会让我把房子写在弟弟名下 所以我写完房子以后 才告诉他们 我不敢说首付款是我存的 只好说这些钱是向朋友借的 每个月 都要按时还他们的钱 父母知道后 和我闹得非常不开心 他们担心会影响到每个月 我给他们的一千元 说实话 我那时候非常纳闷 弟弟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可以吃喝全靠父母 为什么我这个女儿 却要每个月固定给家里转钱 父母一直在亲戚面前吹捧弟弟 为何对女儿却感受视而不见 直到我买房后 为了维护弟弟的面子 父母要我对外宣称 这钱弟弟也出了一部分 我不想随波逐流 所以每次亲戚询问我的时候 我都沉默不语 事后 父母问我拿了一把钥匙 然后全家人 每个人都配了一把 他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 虽然他们不在市区住 但父母还是偶尔回来住一下 我弟弟则把这套房子当成了自己的一把 经常带朋友回来一起住 我因此说过他很多次 他才逐渐收敛了一些 后面我的父母在市区找了一份工作后 我们一家四口 就挤在这套两居室里面 我父母在客厅支了一张折叠睡床 他们没有出一份钱 也没有问过我欠了多少钱 他们就这样搬了过来 因为水电费都有我来承担 偶尔买菜的也是我要负责 所以每个月固定 我给父母的一千元就被取消了 可能是父母从小就偏袒弟弟 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算有多好 见面就打招呼之类的 但是随着他住在我家天天不去上班 而是整天游手好闲的样子后 我多次希望他能够承担家里的水电 拿出一个男人的担当出来 我每个月要将三千元房屋月购 将近两千元的家庭开销 六百元的左右水电费 再加上一点其他的花销 我工资基本上才刚好够用 刚开始我弟弟还会告诉我 他会尽量努力帮我分担压力 但是随着父母站出来为他辩解 并和他说了一些悄悄话以后 弟弟就转变了自己的态度 至于母亲和他说了什么 我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一定是那些和我对立的话 所以我也不再去提这件事情了 弟弟回老家相亲 竟说我名下的房子是弟弟买的 还带人过来看房子 2020年的时候 母亲托人在老家帮弟弟相亲 在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后 父母和我带着弟弟回了老家 在相亲过程中听到父母说 弟弟在市区买了一套房以后 我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 当我明白过来后 我没有点破他们 毕竟是自己弟弟相亲 我怎么可能去破坏呢 事后我劝说母亲 不要去欺瞒人家 母亲回复我的话 随后引起我的警觉 我当时却没有想到这么长远 母亲当时说 等弟弟的女朋友过来 有地方住就可以了 先不用管这么多 后来弟弟和相亲对象 开始谈起恋爱 我母亲毫不犹豫地 给我弟弟买了一套12万的车 买车的理由很不实际 他们担心弟弟被人看不起 弟弟比我小两岁 但他们出社会 却比我早很多年 结婚这种事也是比我早 他那次相亲成功后 不到五个月 双方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彩礼和结婚的费用 父母早就给弟弟准备好了 父母虽然知道我的情况 但他们还是让我 出了三万块钱 在订婚后 父母告诉我一件 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 他们要我马上去相亲 然后马上搬到对象家去住 要不然我弟弟结婚后 我就要出去租房子住了 我母亲说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吧 所以说话一直含糊不清 还是我父亲如实地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我反应过来后 告诉我父母 这套房子住不下这么多人 希望弟弟能够赶快买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属于这两个字 我刻意拉高了分贝 看到我这个态度 母亲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却说要让着弟弟 弟弟没房子 怎么结婚之类的 然后 又希望我能够把房子 过户给弟弟 不过 我父母并不懂这其中的道理 这套房子还属于暗街状态 房产登记都没有 怎么去过户呢 而且 我为什么要过户给弟弟 后来因为我不愿意搬走 父母和我发生了多次争吵 他们觉得我这种行为 是在破坏弟弟的婚事 甚至还有亲戚跑来 劝说我要十大体 我拿出了当初的购房合同 还有付款记录后 那些亲戚就不再开口了 女方父母听说结婚后 要租房过日子 他们就不太愿意了 在我父亲多给了五万彩礼后 婚礼才如期进行 并且弟弟和弟媳 也搬进了我这套房子 虽然之前闹得有点不开心 但我还是选择接纳他们 弟弟不买房子的原因 是他根本没有存款 父母也把积蓄给用光了 所以他们只能搬过来 与我同住 我父母觉得有点尴尬 就跑去外面 租了一个单间居住 而我则和弟弟弟席住在一起 中间父母又提过 让我以后把房子 给弟弟的事情 并且还愿意接受 我每个月的房贷 但都被我委婉地拒绝了 2020年11月的时候 我接受了高中同学的追求 在一年后 我终于决定举办婚礼 由于我父母要的彩礼太高 双方家庭谈了两次 都不欢而散 最后是我自己拿了主意 直接和男朋友去领了结婚证 我父母抱着用彩礼 把外债都给全部还的想法 怎么可能和人家谈得拢 办了结婚证的那天 我把事情告诉了父母 然后 我将丈夫转了12万彩礼 给我母亲 他们斥责我的话 我就不去说了 把婚姻当成交易 这是我非常厌恶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父母要彩礼 其实我连结婚宴席都可以不摆 2021年11月份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对这套房子 和我进行了协商 她直接告诉我 这套房子不可以带到婆家去 要想办法过户给弟弟 因为这是娘家的财产 中间这段时间 大家因为利益的关系 一直闹得很不开心 我曾经想过结婚后 把这套房子留给弟弟住 但我又想到 如果要留给弟弟 不如直接过户给他好了 我做事比较不喜欢拖泥带水 所以直接表明我的立场 病期限 2022年12月份之前 弟弟要和弟媳 自己找房子居住 如果弟弟之前好好工作 再为父母借点钱 完全可以置办一套房子 但他却没有这样子 他在结婚前 几乎待业了三年 吃喝全靠父母 或许我做的做法 有些不尽人情 但我也没办法 不可能我每月还着房贷 让弟弟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帮助一个人的前提 应该是他值得被人帮助 而不是盲目地去给钱 去满足他提出的条件 母亲在11月5号的时候 说要去起诉我 让我支付他从小 花在我身上的钱 并且还要一次性支付 30万给他 当做养老的费用 然后大家就此不再往来 我每天都拒绝 母亲要去法院的提议 因为法院会公正 他给出结果和答案 无论法庭怎么审判 我都欣然接受审判结果 不过这样的嘛 以后只会暗示 给他支付养老费 剩下的什么都不会管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